今天下午五点钟,四中全会和中央情谊委员会五次会议在阳明山中山楼中华文化堂举行信誉典礼,由黄孝福主持。 他曾在典礼中宣读了全会通过的本党对现阶段革命形势的提示全文。 全体与会同志曾经发出热烈的掌声。 四中全会是本月十二号上午在阳明山中山楼的节目的。 在过去四天中举行了六四大会,分别兴趣行政院长蒋经国同志的行政工作报告,以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工作报告。